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 李依童古装女侠造型好萨 江湖风华再度涌动,娱乐圈掀起一阵古装狂潮, 而这次的焦点无疑是李依童最新曝光的女侠造型。 手指长剑,头戴斗笠,她仿佛从古老的画卷中跃出, 化身为江湖中的快翼侠客,引发一阵惊艳的视觉盛宴。 李依童的古装造型绝不仅仅是服饰的展示, 更是一场娱乐巅峰的风暴,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娱乐盛宴的神秘面纱。 时尚古装,剑影如梦,李依童华丽亮相。 李依童的最新古装造型可谓独树一帜, 一席青纱裙摆在她身后飘动,如水袖般飘逸, 手握长剑,英姿飒爽,仿佛一位从古老传说中走出的女侠。 斗笠遮面,眼中闪烁的目光透露出一股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这不仅仅是一次服饰的搭配, 更是对古装美学的重新定义, 李依童以她的独特气质,为时尚古装注入新的活力。 演技炸裂,李依童古装新高峰。 除了惊艳的外貌,李依童的演技一直备受认可。 在过去的作品中,她塑造的角色层次分明,深得观众喜爱。 这一次,以女侠身份示人,她将演技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稚嫩的表情到英勇的眼神。 李依童在古装剧中展现出惊人的表演功底, 令人期待她在剧中的更多精彩表现。 古装风潮再起,探寻背后文化内涵。 近年来,古装剧在娱乐圈掀起了一波热潮, 观众对于古代历史,仙侠武侠的热爱欲发显著。 李依童这一次的古装女侠造型, 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时尚,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致敬。 通过挑战古代侠客形象, 她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深度解读, 让我们一同探寻这背后的文化内涵。 古装女侠的崛起,为何如此引人注目? 古装女侠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中被受瞩目的角色之一。 她们不仅代表着女性的坚韧与勇敢, 更是一种对传统英雄主义的重新诠释。 而李依童这一次的古装女侠形象, 不仅是在外貌上的演绎, 更是在内在气质上对这一形象的深刻理解。 或许正是因为对古代侠客文化的理解, 她才能在这个角色中展现出如此出色的表现。 古代江湖在线,李依童续写传奇。 在这个充满古代仙侠色彩的江湖中, 李依童如同一位独立的旅者, 她手握长剑,漫步江湖, 为观众呈现出一场古代传奇。 这一次的造型, 不仅是为了表达她在剧中角色的个性, 更是对江湖文化的一次演绎。 或许在这个江湖世界中, 李依童将为我们续写怎样的传奇, 值得期待。 剧情逆转, 粉丝期待直破表。 李依童的古装女侠形象, 引发了粉丝们的无限热议。 各大社交平台上, 粉丝们已经开始进行剧情的猜测和解读。 每一次的曝光都引起一片狂欢。 剧情逆转的可能性, 让粉丝期待直直线上升。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造型的盛宴, 更是一场关于剧情的心灵盛宴。 古装风潮, 影响时尚潮流。 李依童的古装女侠造型, 无疑将成为时尚榜单上的一颗耀眼之星。 她不仅仅是在剧中的角色, 更是在时尚界中的代言人。 斗笠, 常见的搭配, 呈现出一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影响着时尚潮流的走向。 她的造型不仅仅是一场服饰秀, 更是对古代元素的一次重新演绎。 古装女侠为何如此吸引? 或许是因为古代侠客文化的神秘魅力, 或许是因为观众对英雄情怀的向往, 古装女侠一直以来都备受喜爱。 而李依童的这一次演绎, 更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让观众感受到了古代侠客的独特魅力。 她的形象不仅仅停留在服饰的搭配, 更是通过角色的诠释, 为古代江湖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娱乐圈在天一传奇女侠, 李依童闪耀登场。 李依童的古装女侠造型, 无疑为娱乐圈带来了一位新的传奇女侠。 她的造型、演技、对角色的理解, 都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个古代江湖的舞台上, 她用自己的方式为娱乐圈在天一抹亮色, 闪耀登场。 让我们一同期待, 她在这场传奇中将展现怎样的精彩表现。 揭秘古代江湖, 等你一同踏入仙霞之旅。 剧透预警已经响起, 粉丝们纷纷期待着揭晓剧情的那一刻, 在这个古代江湖中, 李依童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令人神往的仙霞世界。 你准备好一同踏入这场古代江湖之旅了吗?